人民币贬值会不会影响941派息 我们分两个层次去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你的收费平台 你也详细分析过你对人民币前景的看法 先说你对人民币的走势看法 因为除了影响941派息之外 对很多股份都有影响 先说你对人民币的看法吧 其实不止我 坊间很多的看法都会继续短期贬值的压力计度 首先最大的基本推动因素就是 中国经济的情况是放缓 加上中国的货币政策 当美国或者欧洲或者其他发达国家都是加息的时候 中国跟日本一样都是相当宽松 甚至会减息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美的息差分歧令人民币的息率吸引力大大降低 加上经济前景减慢力 也令外地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人民币需求减少 比如在债券市场方面 我们看到外资持有的内地债券的持有量 其实在今年年初到现在都逐个月下跌 证明了他们对人民币需求减弱 所以在经济动力以至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 减弱情况之下加上中美息差的收窄 令人民币俗成了基本的因素就要下跌 贬值 这个情况在短期 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原因 暂时看不到什么逆转的情况出现 你不会预期人民币 人民银行突然说我要加息 也不会预期到中文经济 可能跟着来公布的数据会非常标签 也不会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 因为短期仍然有机会 比如说 可能美元对人民币有机会潮向七算的关系 迈进 但是短期的留意风险 我都在文章中分析过 究竟在政策上 就是人民银行方面 究竟会不会出手了 其实都看到已经出手了 就是先口头干预 如果大家留意新闻 是叫大家的金融机构不要沽人民币 他是特别提及外资不要沽 还是对所有金融机构 外资是管不了的 其实他只管自己的机构 其次再 如果大家要留意 今早还没看 其实近几天 人民银行开出来的人民币中间价 其实都比市场预期的价格偏差较大 当然是说的是偏强 而且昨天来说的 这个偏强的幅度也是一个新高 所以我看到 除了考虑干预之外 人银行都要试图用中间价格的工具 作一些讯息释放 显示人银行目前对人民币比较快贬值的情况 是有点担心的 如果我都说过 之前在人银出手 整天5月份 调整了我会准备急率 那时的人民币是说到6.8这个关口 就开始转强了 而今次为何去到7都未出手呢 因为我都说过 有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任务的确有一个比较大的容忍程度 因为人民币贬值是什么呢 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对中国组合 有一个提振作用 因为对组合会有一个 人民币便宜了 对组合来说是有利的 可能因为这样令到有更大的容忍 但是可以看回 人银行既然在这几天都开始慢慢有动作 似乎7算真的觉得有些东西 觉得可能是不要变得那么快 因为其实你知道 我们的货币政策 在汇业方面的强调是一个双向的波动 稳定的变动 单方面的贬值或者是升值 都是不是银行所希望预见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短期风险在7算之前 大家要留意银行会不会出手 这是一个地方的风险 但是中财势力是 人民币贬值暂时都看到有凝聚的可能性 是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始终美元的汇价都强到一个水平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之后 有一个回落呢 因为货币始终都是相对的 而且你也要留意中国通胀是正在吹升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银行要继续维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实它的成本提高了 是的 而且最实际来说 中国通胀开始升高 其实对于中国人民币的实际利率来说 更加吸引力是更加减低了 是的 因为以往说中美息差 不是的 我们看回实际利率来说 因为美国通胀这么高 是的 所以其实以来说 人民币仍然有吸引力 但是如果当你人民币的通胀 通胀继续升高 其实人民币的实际利率来说 都是会下跌的 所以在息差及优势更加减弱了